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繼潘文輝、以成勳之後 今天台灣又有好手實現美夢了 他就是畢業於彰化藝中 進入國體大磨練半年後 獲得運動家青睞的投手沙子成 合約總值突破了40萬美金 要知道沙子成國小其實是光復足球隊的主力 師父親成立社團棒球隊後才開始接觸棒球 直到高中進入章藝前 他的球速最快只有123公里 想不到進科班訓練後突飛猛進 球速進步超過20公里 現在甚至能到國外打隻棒 往最高殿堂大联盟前進 這恐怕是他自己都完全料想不到的發展 那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來聊聊 沙子成則會棒球奇才的故事 也聽聽球探對於大沙的評價 還有決定簽下他的關鍵原因是什麼吧 那第一步當然得從他國小 在足球隊的經歷開始講起 蘇生自新北的沙子成 小學就跟弟弟沙子軒加入足球隊 由於運動能力好、協調性家 沙子成很快就成為隊上的主將 但到五年級的時候 本來打禮球的爸爸沙開橋 決定在光復成立社團性質的少棒隊 也把原本在踢足球的大沙一同拉了進去 畢業後 沙子成本來是進入金華國中 打算以升學為主 但只讀了一年 發現自己無法割捨棒球 所以爸爸本來有去找校方詢問 有沒有成立棒球隊的可能 但後來沒有下文 所以他本來打算轉到課班的重慶國中 但因為名額已滿 只好改轉去和平高中的國中部 利用假日的時間打軟式的社區棒球 在另一隻社區棒球教練 也是前職棒選手耿博勳的介紹下 沙子成終於進入課班的高中學校 前往彰化一中就讀 剛入學時他有自己拿過測試槍 想知道球速大概有多快 結果當時測出來只有123公里 也因為自己跟同儕差異太大 剛進高中時他有點不適應 練體能時都跑在後面 跟不上大家 重訓也只能拿很輕的器材 所以剛開始是有點自卑的 可是經過正規的投球訓練後 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高一的御三杯前 他的球速已經能進步到136公里 後來張一又跟破風體能中心合作 讓越來越多選手能透過重訓加強 沙子成的投球失利也在往上拉了一個檔次 從高二到高三 已經蛻變為對上的王牌先發 更在高三的黑豹期 把極速提升到147公里 去年的SSK台美未來之星測試會 是我第一次現場看大殺頭球 他還說是自己第一次 被這麼多媒體球探同時注視 當時我就對他的轉速留下很深的印象 嚴重是算蠻重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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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球還捲出來 對 之前拿小球 對 我都趕快要全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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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不是像胖門會那種150連發的火球男 但是沙子成卻有非常好的轉速 測試為當天直球在2500轉上下 曲球滑球更是可以來到2700-2800轉 當時在場的海盜隊球探也對他的轉速非常驚艷 薩子成透露自己高一進張一時 夢想是把球速吹到140公里 因為原本進來的時候丟不到130 怕講出去會被笑 想不到高二就圓夢了 接著就把目標放在職棒上 原本也考慮要報名終職 但因為高三這一年的進步 讓自己發現 原來還有旅外這條路可以選 為了實現這個新目標 薩子成決定進入國體大 他認為自己還有很多不足 因為進科班訓練的時間晚 經驗成熟度都不比其他人 希望能夠藉由城棒賽事磨練 也進一步可以強化身體 去年六月的時候我看到的薩子成 有190公分 卻只有大概75公斤 基本上身邊人對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太瘦了 而大家自己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想要進國一大增重 把90公斤當成目標 希望球速能夠因此再往上催 朝150的門檻前進 從高中進入職棒賽場 薩子成的表現依舊搶眼 很快成為國體的集散力 原發起兩場出賽合計7.2局50分 最後收下投手獎 他就棒球聯賽累積四場先發 代表做的是對美合科大 先發7局50分 還送出13張老K 帶領國體順利晉級到負賽 各位大教練共同堂也提到 在薩子成進國體前 就聽過其他教練推薦他 所以他也有主動跟砂巴聯絡 請他考慮一下國體 而薩子成自己其實也屬意國體 第一是離家進 第二是國體在去年UBL奪冠 過往也輸出很多旅外選手 所以這裡的環境跟訓練團隊 都能夠幫助他更上一層樓 而在這半年多的時間 也可以觀察出薩子成又往前邁了一大步 難怪國外球探等不及了 在大專棒球聯賽告一段落後 薩子成就傳出好消息 運動家成為第一個正式開架的隊伍 給出了簽約金加學費 總了42.5萬美元的合約 誠意也打動了薩子成 最後雙方打成共識 在昨天正式簽約 其實不只運動家 基金公司也陸續收到 多支國外球隊的報價 連國體大教練共同堂都說 他知道薩子成有很多球隊在追 想到運動家手腳這麼快 那身為新竹女婿 中文獎得非常溜的運動家 亞太區球探 Adam Hislop 表示自己其實是在薩子成高1時 才聽過他的名字 當時他的球速還很慢 不到130公里 但身材跟頭球有協調性很好 所以有持續關注他 結果到高2、高3、大1 他一年比一年還要成長 後來就跟球團討論 希望能夠簽下薩子成 去年運動家國際球探的部長 也親自飛來台灣 在國體進行測試會 薩子成也把握住機會 只求速度落在148-149之間 但最快的一顆測到152公里 讓他們相當驚艷 前面提過我自己看過薩子成測試會的表現 另外他球的轉速非常亮眼 球蛋Hislop也相當贊同 在國體測試那天 薩子成的直球轉速可以來到2600轉 滑球則是高達2900轉 都比我之前看的時候還要高 而轉速跟球速比起來又更珍貴 畢竟球速可以透過訓練提升 轉速卻很吃天分 所以這可以說是薩子成得天獨厚的優勢 如果拿他跟去年運動家簽下的裝成狀好相比 兩人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好比說個性 薩子成比較外放、陽光 裝成則是內斂、沉穩 但在球技上 裝成比較像是一個完成品 各方面都具備了基本水準 薩子成則像一張白紙 還有很多發展空間 天花板是相對更高的 從社區棒球的Taisa運動家隊 到美國職業棒球的奧克蘭運動家 薩子成到現在都還在驚訝 自己竟然能夠美夢成真 而他也非常感謝爸爸 一路以來陪在他身邊 大家所熟悉的奧克蘭運動家的球衣 接下來薩子成從此刻開始 就要成為真正的職業選手了 成為真正職業選手之後 大家要面臨四面八方的競爭跟挑戰 到美國之後呢 還要來適應可能新的文化啦 食物啦 語言啦 等等 這都是新的挑戰 這個應該是要扣起來吧 扣起來 扣起來 回想起薩子成的成長過程 薩巴也覺得不可思議 在小學 他當內野手的時候 因為隊友失誤影響 他會在場上生氣跺腳 到了高中 雖然成為獨當一面的先發投手 甚至還扛重要的比賽 卻因為球隊的輸球 讓他賽後躲在休息室裡面爆哭 可是上了大學 連花騎隊南華的季軍戰 國體從十分落後到一分超前 薩子成肩負重任要上場關門 他已經能夠成為硬隊 也帶領球隊拿下了勝利 這一路走來的變化實在太大 也讓薩巴發現 兒子真的長大了 至於為什麼社區棒球隊的隊名 剛好也是運動家 薩巴也效說真的是巧合 本來想過要取一些 跟動物有關的隊名 但都覺得不適合 剛好又想到了運動家精神 薩希望選手具備了特質 所以還決定這個名字 想到後來薩子成也勤電運動家 真的是冥冥之中有註定 我自己聽了都起雞皮疙瘩 要知道高中以前非科班 最終卻能前進職業舞台 甚至還旅外發展 這件事本身就難以想像 以中則的案例而言 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就是關大人 再不然就是前藍綠熊的投手郭劍鴻 關大人曾說過台灣球員要打職棒 多數人都會從小學四年級開始 一直到高中三年級結束 接受密集的科班訓練 期間大約要培養九年 而他自己是19歲才接受科班訓練 導致正進職棒也差不多九年的時間 還終於開竅 所以像沙子城高一接受科班訓練 到現在準備旅美還不到四年的時間 也確實如球探說的 目前不知道天花板在哪裡 所以期待值會拉得很高 我無法確定沙子城是不是史上第一位非科班旅美 但我能確定的是 沙子城的案例在台灣棒球界來說絕對極其罕見 甚至未來會不會有下一個 我都不敢保證了 套一句我愛的卡通送我寶貝的台詞 屬於沙子城的冒險大門已經開啟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他能夠成長到什麼地步吧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回來底下留言我會打沙加油 我相信他一定會看的喔 我是閃尼 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是來嘗嘗生活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